第二陸軍也好 第三陸軍也好 其實都不管你用 因為美國人早就告訴我們臺灣的說 你兵不過你就把警察抓來 警察不過把消防員抓來 消防員不過就把清道清潔隊隊員找來 真的是這樣幹的 那找來幹什麼呢 他說我們給他邊的訓練 像烏克蘭的國民警衛隊 那我們就要看看烏克蘭國民警衛隊 烏克蘭國民警衛隊在戰場上 我只能用兩個字來形容 同情 因為一個高度能夠承受 戰場壓力的職業軍人 不是我們平常這些警察 消防隊員 清潔隊員 所轉型成來為了國民警衛隊 他們會產生兩個現象 第一個不只無法作戰 還會拖累作戰 而且還死傷成疾 到目前為止 這個烏克蘭裡面死亡人數最多的 不是正規軍 就是國民警衛隊 死亡率最高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戰爭規劃正確的方向嗎 我們就問 難道我們已經缺工 工廠缺工 我們的軍人缺到這個步子 不得去用一個沒有戰鬥力的 他本質上訓練就不是為了 他來打這種硬仗的 對啊 那只是聽聽美國人講說我們阿兵哥不夠 我們就有這個方法 怎麼會不夠呢 人家那個俄羅斯比我們窮 說動員就動員來怎麼不夠呢 你就下令動員啊 不就得了吧 怎麼不夠 再來第二個 那你就不慌這樣好了 我們不用跟美國買武器 我們就花一大筆錢 去請那個俄羅斯的 瓦格納軍團來幫我們打仗 那個超厲害 那一個人可以打二十個啊 太厲害了 一打二十還是對烏克蘭正規軍 打烏克蘭國民警衛隊 這兩天在巴赫木特打仗 我每天都關心那個戰情 因為有很多歐洲的訊息 我看了 我對烏克蘭自己高度的同情 你怎麼會派這些訓練 這麼差的人去面對那個 我不曉得怎麼講 戰爭機器 沒有錯 瓦格納軍團就是戰爭機器 這些人是什麼 都是特種部隊退下來的 而且還年輕力量的老兵 而且最重要是戰場上活過來的人 打過什麼阿富汗戰爭 打過什麼那個敘利亞戰爭 那個都高強度的戰爭底下 那好啊就花錢請這些人 不是得了保平安嗎 就有點不是啊 你要把這些我們的警察 消防隊再怎麼轉型 都沒有辦法承受高強度的作戰 那你說因為美國人 好好我同意啊 洪洪美國人 我同意我投降 只聽到美國人 我比民進黨還害怕 所以OKOK 但是警察委屈一下 那你總該給警察同樣待遇嘛 退休之後 因為當兵的話退休年齡可以早一點 那警察可不可以同樣的退休年齡 退休的待遇 那大家公平嘛 因為不然他平常每天除了這個重量級的訓練以外 他還有很多開交通罰單 抓小偷啦 而且現在街上的那個十七歲都會扛起重武器 來開好幾槍 所以警察的武力也比不上那個黑道的武力啦 所以我贊成加重訓練 可是不要忘記給人家同等待遇 是啊 退休金其實這個警察又不比軍人對不對 所以現在你看看 連台中市長盧秀燕都表達反對了 說如果警察要負責治安還要上戰場 這一定會影響到治安吧 中央要多多的聽取社會大眾的意見才好 可是呢 大家來看 自由時報他們有一個獨家 這個獨家訊息告訴你的是什麼 第二座戰區的戰備操演 戰甲車隱蔽到讓你看不見 巷弄裡有戰車 只是把它要藏起來 除了在宮廟這裡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民宅 那也有民宅 結果在這裡你看到 還真的有軍用的車輛在這裡 戰甲車是有多隱蔽嗎 這裡是不是也夠隱蔽到 誠如這個標題所下的 讓你真的看不見 可是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操演呢 來請教楊明 當然就是說我們未來可以想見 就是所謂的戰場就在你家旁邊 好可怕 你看宮廟旁邊要拿棉被 把戰車蓋住藏在那邊 然後還要跟他說 我們藏得真好 大家都看不出來 我的天啊 這個演習我覺得有點可笑 怎麼說呢 其實如果你就真的去操演 你也不用告訴媒體 你也不用告訴旁邊的 這些遊客什麼的 好就把它做完 沒事了 你只要有做 我覺得你有這樣的想像 就是說未來可能是要打 這個城市戰或怎麼樣的 我覺得都OK 但是當你今天做了這個演習 還有那個報導裡面 還有提到說什麼 有觀光客發現了 想要跟戰車合宜 那軍方人員只能在旁邊 一臉很尷尬說 不要拍到我就好 天啊 這是什麼演習 這有點可笑了 但是你要說這樣演習沒有用嗎 其實還是有它的效應 它有它的用意 它有它的用意 但關鍵在於 我們本來 還有本來我們的國軍的 所謂的那個想像 就是說未來戰爭的第一時間 一個叫做決戰境外 再來決戰這個登陸 這個叫攤頭 你不能讓這個敵軍登陸 對 現在已經是 在城市裡面的戰爭 這種所謂的城鎮戰 或是說巷戰 已經好像已經要準備了 活生生的 就在我們的面前 那當然跟最近 你知道我最近聽到很多 就是說什麼 美軍來台灣這個駐點嘛 那之前有報導過說 200多個美軍嘛 對 我聽到一個朋友說 他是去年 他剛好看到美軍 就是來台灣的美軍的 這些大兵們 就是穿得很休閒 然後去購物去購物 然後就跟那些店員就會聊 他們就說你們怎麼會來呢 他說我們是這個軍人 是 我們是這個軍人 他們就很訝異嘛 就說奇怪怎麼 美國的軍人會來台灣 那而且他們就 你知道他們也不知道 他們要待多久 他們這個任務 不知道要待多久 所以有可能這些 都是在美軍指導下 去完成一些 我們過去可能比較 沒有嘗試的 這種所謂的演習也好 或是這種想像的 戰場的模式 真的是 可是就問題就來了 因為正因為我們過去 沒有演練過 我們不知道這樣的戰爭 對民眾 請我就問啦 一般民眾當今天戰車 沒事就要帶你的旁邊 宮廟旁邊 蓋棉被 你會不會讓民眾更恐慌 戰爭就在你身旁 是啊 對我說這個感覺 這不是那個時辰啊 好折凳 可以坐著隱藏殺機 藏在民居之中 什麼敵人還抓到 你哪裡沒有 不是啊 他是戰車啊 他是裝甲車啊 對啊 這是完全不能比 以前我們在這個 當兵或什麼 偽裝隱蔽與掩蔽 是要隱蔽自己 阿兵哥自己把他 躲在這個草叢裡面 不要被敵人發現 像你這個裝甲車這些 你要藏在城鎮裡面 對啊 然後呢 我只聽過逆宗戰機 我還真沒有看過逆宗戰車 當然在 那現在這個就是 直接要演給你看 這叫逆宗戰車 當然打相戰 你就是要這樣打 你總是要出其不意 敵人沒發現 你能夠搶得先機 當然是好事 但是我們真的要準備 走上這一步了嘛 台灣連續七年都沒有拿到 WHA的邀請函 從5月21號到5月30號 WHA即將要登場了 那現在說衛福部長薛瑞源 會親自率團 而且還告訴你5月19號出發 而且還要帶著 這個疾管副署長的羅一鈞 來出席參加 他說因為羅一鈞防疫啊 那個比較有經驗 所以這次呢 就要請他一起來同行 我就好奇了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參加 我們沒有拿到邀請函啊 而且記者曾經有問過WHO 他們就說要190多的會員國 共同來決定這件事情的 結果現在呢 已經先預告說 我們要去囉 這個要出發參加了 而且還會帶著誰 這個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告訴我們說 今年是有什麼 有這個重要性的突破了嗎 要花更多錢 簡單講就是他們要花更多錢 去宣傳台灣想要加入 WHA的企圖 就是說因為從 的企圖 對的企圖 因為你要知道像比如說 我們如果把這兩件事情 連在一起看 對 馬英九前總統 是一個現在還在我們總統 禮遇卸任禮遇期間 某種程度上 他是拿國家的這個禮遇金 所以呢他出去是代表國家的 結果呢我們的外交系統 說我們幫他抗議了 結果呢這個名稱已經改好了 鞠躬耶 說這個我們立了功耶 我們把這個名稱給他沒有被矮化 現在改了 我們的行政院長說 如果這樣改來改去 你不要去算 可是呢 這是有發邀請函的演講活動 所以馬英九前總統還是要去 是 那我們的衛福部 要去一個沒有發邀請函的活動 然後呢帶一批人去 我們的行政院長 要不要講講話 要不要說 這個連名 我們連頭銜都沒有 對 我們連你知道嗎 以前還有個觀察員 2016年最後一次參加 我們還有觀察員 現在連觀察員都沒有 都沒有了 那我們要 他去了要在哪裡啊 在門外嗎 就在外面 他會跟民間團體 辦遊行 在日內瓦 去 他意思就是說 因為世界衛生大會 在這個舉辦的期間 會有很多的這個 國際媒體到這個 齊聚在日內瓦 那我們呢 要以中華民國 台灣的這個身份 說台灣人 讓世界都看到 要用這個模式 讓大家看到 我們台灣在這個防疫 這麼有貢獻 買了這麼多疫苗 你卻不讓我們進去 想要凸顯這樣的狀況 是 這有點像2008年 大家還記不記得 當時2007到2008 我們政府花了很多錢 做什麼 做陸聯嘛 對不對 這個加入聯合國 所以現在就是一模一樣的模式 我在玩大外宣 那其實這些宣傳 最後都是回到國內 他要凸顯的是什麼 中國打壓 對 很可惡 2024年大選 你們還要投給親中的政黨 又要操作一次了 又要操作一次 為了選舉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當然因為今年 因為疫情過後 全球從疫情出來 我覺得我們台灣該不該加入WHA 應該啊 當然 可是不要忘記了 我們蔡總統上任的第一次 他5月20號上任 5月27號 這個我們的當時的衛福部長林皱妍 那時候是有邀請函的 到瑞士日內瓦參加WHA大會 有有有致辭喔 是啊 他自我介紹 我們是來自Chinese台北 中華台北 對 當時的這個蔡政府 剛上任說沒有矮話的問題 沒錯 現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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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連邀請函都拿不到了 所以如果今天 我們按照賴清德副總統的邏輯 務實的 不管你要台獨 不管你要做什麼 如果你前面加一個務實的 你得要先加入 以前馬政府 你現在連門都進不去 你要在門外 還遊行 你還記不記得 當年葉金川到日內瓦 被那個獨派的人士嗆瞎 沒錯 這一群我跟你講 這一次薛樂園就是跟當初 這個所謂民間加入WHA的 這樣的一個團體 一起合作 一起辦遊行 可是當時馬英九政府加入了 變成觀察員了 拿到了邀請函了 你們不滿意 現在拿不到邀請函 你們說我是勇敢的台灣人 我看不懂這個邏輯 這不只雙標 而且邏輯死亡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心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節目 全都在裡面 依次滿足